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是不是眼熟啊 没错 这是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的片段 影片中的这个地方呢 在电影当中叫哈里路亚山 也叫悬浮山 是外星生物基地 称得上是奇觉险峻 神秘莫测 您可能会说了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这肯定是电脑动画做出来的吧 我要告诉您啊 它还真是实景拍摄 也就是说它的拍摄是有原型的 那么这个原型在哪呢 您往这看 这就是中国湖南的张家界 这悬浮山就取自张家界的南天一柱 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属武林山区腹地 距离省会长沙约三百九十千米 这里分布着三千多座奇异山峰 八百多条深切山谷纵横交错 这座拔地而起的南天一柱 就深藏于幽谷之中 它不仅挺拔陡峭 还常有云雾漂浮在半山腰 看起来就像一座神秘的悬空山 怎么样 名不虚传吧 不过当地人说啊 张家界最神秘的地方 还不是南天一柱 是哪呢 是神堂湾 这里的山峰造型独特 四面悬崖是深不见底 论风景呢 不比南天一柱差 论神秘 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奇怪的是 多少年来 游人却很少到这里来 为什么呢 害怕 当地有句俗话说 宁过鬼门关 不下神堂湾 你听听 这地方比鬼门关还吓人 那么到底人们在害怕什么呢 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 怎么就成了恐怖禁地呢 神堂湾 位于张家界景区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中 这里奇风林立 峡谷深不见底 看上去与张家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 但是在当地人眼中 这里却暗藏玄机 如果是碰的是阴雨绵绵的天气的话 在那个神堂湾的湖境周边 会听到里面划出有不同的声音 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种马民战壕 私教的那种枪杀的声音一样 哇 冲啊杀那种动作 村民们说 每当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 谷底就会传来连连不断的奇怪声音 有时是筋骨齐鸣 有时向士兵大喊 还夹杂着战马司鸣 对于这些怪声的来历 当地还有一个传说 明洪武十八年 当地有一个叫向大坤的人 自称向王天子 骑兵反抗 最终他们被明军围困在神堂湾 眼看寡不敌众 向大坤带着所有将士跳下了神堂湾 据说 打那以后 每逢下雨 在谷底就会传出兵马厮杀的声音 极其惨烈恐怖 据说呢 就是向大坤 着急 阴间里的一些旧部 继续在那里演练他的兵马 哎呦 这怪声感情是古代战死的士兵 阴魂不散的 怪不得谁都不敢进去呢 可是你说世界上真有阴兵过路的事吗 我估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 你听着就是迷信 可是你说不是阴兵练武吧 这打仗的怪声 那是怎么来的呢 哎 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表 先说说老陈我最近做的这功课 我通过查阅资料 我发现啊 类似的山谷怪声在国外也出现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美国的两位探险者来到了秘鲁南部的安地斯山东路的一个叫马奥山谷的地方 在一个殿上雷鸣的夜晚 他们听到山谷里传出了兵戈相见和战马斯明的声音 史料显示 一千多年前 古代的印加帝国曾经在马奥山谷与敌人展开过一场激烈决战 打仗声会不会就是那场战争的录音呢 经过多次考察 他们发现马奥山谷的岩石中含有大量磁铁矿 这些磁铁矿具有类似磁带的功能 而山谷里特有的一种落地雷 也就是与云中积居的高电荷大量向地面释放 因此他们大胆推测 战场上的声音在遇到同样的气候条件时 可能会变成电信号被记录在岩石中 真相如此简单吗 让我们来追溯一下人类是如何实现声音记录的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流声机 它的原理是把声音变成金属针的振动 然后把这个波形刻录在锡纸上 当金属针再一次沿着刻录后的轨迹运动的时候 便可以重复的播放出上面留下的声音 1898年丹麦科学家波尔森在流声机的启发下 发明了第一台磁性录音机 声音首先经过麦克风 转变成电信号 然后通过各种电子元件到达磁铁上 这时候这个电信号被转化成了磁信号 在磁铁周围的磁场力的作用下 它们被记录在了带有磁粉的胶带上 如此复杂的录音过程 似乎磁铁矿这一单一证据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而破解神唐湾怪生之谜 恐怕同样是不简单的 一支科考队来到神唐湾 它们将从哪里下手呢 为了弄清神唐湾的神秘声响究竟来自何处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翟甫东教授 带领一支科考队来到神唐湾 它们就是要找到谷底的发生物或可能的生源 可当它们准备下到谷底去寻找生源时 山谷中乌乌海茫茫 根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今天这一看悬崖绝壁 峭比千韵 有几百米啊 而且这个还是超过了九十度 垂直的 虽说这里离神唐湾谷底的距离只有三四百米 可由于无路可走 科考队只好原路返回 虽说没有到达预定的谷底 但是这一趟科考也不是无功而返 刚才站在高处这么一瞭望 科考队竟然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原来神唐湾的地形很有特点 它的三面都是悬崖绝壁 只有一面山上有一道缺口可以俯瞰弯底 可以说神唐湾呢就是一个半圆形的深域挖地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条科考的新线索呢 牙壁呢非常的整齐 悬崖峭壁一直好像刀砍腐穴一样 一直砍下去 它的牙壁很平整 它产生的回音那是很大的 回声这正是科考队第一个重要发现 在我国有不少回音壁景观 它们多成圆弧状 当人们大声呼喊 声波在传播过程中碰到弧形反射面 就会将声音反射回来 形成与原声可以区分开的反射声波 也就是回声 神唐湾有着坚硬平整的崖壁 以及三面合围的地形 这正是形成回声的必要条件 会不会是回声让人们产生了听觉误差呢 可考队推测 在神唐湾的迷雾下面可能生活着某种动物 它们发出的声音经过三面牙壁的反射和放大 产生变化 可能就类似于古战场发出的声音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在贵州省碧节市有一个雷音鼓 就是基于同样的原理欺骗了人们的耳朵 贵州省碧节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乌蒙山区 园内有一个雷音鼓 因传说是雷神的居住地而得名 山谷里有一个巨大的洞窟 每当夜幕降临 洞里都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科考队再次安放了一个露音设备 结果真的露下了这种恐怖的声响 经多方考证 科学家发现 这个洞窟是一个巨大的溶洞 形状外宽离窄 就像一个喇叭口 山谷里传出的声音 都会被这个巨大洞窟所放大 无论是行人走动 还是动物的叫声 被放大并扩散出去后 乍一听很像是闷雷的声响 实验和研究都显示 这是由于特殊地貌而产生的变声现象 雷音谷的案例似乎很说明问题 你看啊 神唐湾就类似一个回音笔 山谷里的这个声音呢 被回声放大之后 音质可能会发生变化 再加上当地人对神唐湾的传说 始终怀有敬畏的心理 如此一来 把动物的叫声啊 或者溪流瀑布的声响 勿听成打仗的声音 这也不无可能 然而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科考队员 山民世代生活于此 对神唐湾的自然环境十分熟悉 一般动物的叫声就是被放大了 也不会轻易听错 如果被勿听成其他声音 那一定是不常见的动物 那么神唐湾是否存在 某种罕见神秘的生物呢 经过走访 一位村民的说法 引起了科考队的高度重视 他说 山谷里生活着一种体型硕大的石蛙 什么的石蛙 刚都有那个脸盘搭搞 石蛙 这是生活在我国南方山西水坑 或者石洞岩系当中的一种蛙类 他们是咒服夜出 主要吃昆虫 在石蛙的这个下巴上啊 有一个大骨包 专业的说法啊 叫内声囊 靠着这个大骨包 靠着这个内声囊 石蛙可以发出特别响亮的声音 不过有脸盆大 这可是闻所未闻 专家说了 根据石蛙的习性啊 他们喜欢群居 如果几十只上百只聚集在一起 那他们发出的声音 的确有可能像是千军万马发出来的 那种群蛙的那种鸣声 引起这个回声的共鸣 有可能也可能是一种奇怪的声音 除了石蛙 村民们还提到了一种动物 可它究竟长得什么样 村民们谁也说不上来 因为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它们 可是阿凡达这个电影一上映啊 大家就说了 哎 这不就是它吧 原来在电影当中啊 这悬浮山里住的一种名叫 魅影的飞行怪物 哎 他们成群结队的出没 再配合着锋利的牙齿和翅膀 甚至连飞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说到这儿 神唐湾的怪声来源 有了两种可疑的动物 巨型石蛙 以及类似魅影的飞行怪物 可这都只是传说呀 到底山谷里有没有这些奇异物种 科考队决定再看神唐湾 这一次 村民带领科考队 从天子山脚下的石里画廊出发 村民说 从这里也能到达神唐湾谷底 但这条路乱石丛生 非常难走 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爬 科考队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谷地 这里有水流前缓的小溪 这不正是石蛙的生存环境吗 突然一名科考队员兴奋地叫了起来 这儿有一只 来来来来 这儿有一只 大的 哎呀 好大 这不是半斤啊 找了一只 它怎么不动呢 可能天气比较凉 天气冷了 天气冷了 你看走了走了 它这个肚子是鼓得很大的 对 据目测 这只石蛙重约0.4千克 4月并不是石蛙剧烈活动和大量繁殖的季节 但在山谷里仍然看到如此大的石蛙 这说明神唐湾谷底石蛙数量应该不少 它们的叫声汇聚到一起 声音一定很大 那么这里的谷底还生活了多少可能发出怪声的动物呢 科考队冒雨在山谷中继续探寻 但越往前行 山路越尖险 直到一面山崖 彻底挡住了科考队的去路 哎呀 这个是悬崖绝壁了 这边是悬崖绝壁 悬崖绝壁了 那边呢 那边还有 再往那边好像也 也没有路了 再往那边好像也没路了 那边呢 你看那个山谷 那个可能人爬不上去 因为山谷陡峭 无路可行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业科考探险队 来到了神唐湾 面对这个危险的千年谷 将由他们下到谷底 再探究竟 一开始队员的行动还很顺利 很快就下到了一百多米的深处 可就在这个时候 用来联络的队讲机里 突然传来了一个队员的惊呼声 只见半空中啊 突然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黑影 难道这就是电影当中的魅影出现了吗 队员们看到他的身体两侧呀 有一层肉膜 凭借着这层肉膜啊 这只怪物从高空 向探险队员划行 这让探险队员十分的诧异 有一个东西向我飞过来了 飞过来了 但是我现在看不清楚 现在停在那个一个下面 那个树枝在上面 那个树在上面的 那什么啥东西 那个像这样很大的一只猫一样的 像猫不动物一样的 好大 那比一般的大猫还大一点 不可能吧 可能估计有这么大 估计有这么大 恢复恢复 全身上是红色的 海拔三千米的张家界山顶 犹如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 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除了常见的野猪 狐狸 猕猴 还有一种罕见 却令人生畏的动物 那就是飞狐 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个 经常听到人说 恢复捡绳子 他认为你侵占了他的地方 他就会把那个绳子给你捡掉 绝壁飞狐 长有尖尖的嘴巴 样子很像老鼠 前腿和后腿之间有宽宽的飞膜 他借此可以从树上或者崖壁上向下滑行 可当他看见绳索 就会莫名其妙地咬断 面对这个头号敌人 山顶上方守护着绳子的几个队员大声驱赶 飞狐被喊声吓住了 在空中来回飞了几下后 幽灵般地飞走了 科考进行到这里 村民们所说的怪物纷纷出现神堂湾 怪声之谜就要揭晓了吗 哪那么容易啊 原以为怪声是石蛙或者飞狐发出来的 可是科考队很快就发现这个推论有漏洞 怎么呢 石蛙发声它是分季节的 一般双将以后 他们就要冬眠了 有好几个月他们都是悄无声息的 而飞狐呢 它跟蝙蝠一样 飞起来本来就是无声无息 根本不发声 他们应该都不是怪声的来源 如此一来 科考行动走进了死胡同 这时候有一位科考队员说了 这神堂湾的地形好像似曾相识 这位队员想起许多年前 他曾在云南的沙林风景区 见过与神堂湾相似的地形 在沙林景区有一个叫金马曹的山谷 相传每逢大雨将至雷鸣电闪 或者是暴雨出些云开雾散的时候 山谷里就会响起如同千军万马正在撕沙的声音 每当马皮等牲畜进入山谷 常常会发生金马翻车的事故 金马曹也因此得名 后经多次实地考察 他们发现金马曹以北五百米远的地方 有一个山谷 它由石鹰沙岩构成 地面留有很厚的沙粒 每当大雨将至 山谷中大风骤起 沙粒就会发出丝丝的响声 并且金马曹的地形就像一个封闭的酒瓶子 下雨的时候 流水声 狂风雨 岩壁不断撞击之声 形成了共鸣和反射的现象 这些被反射的声音通过山谷汇聚到金马曹 经过这个特殊通道的放大 风声就被加工称为奇异的声响 所谓的战马斯明 枪来剑往的打仗声 其实就是风的声音 那咱们再来看看神唐湾这个地形 大家看这也是一个细长的身筒状 三面都是由石鹰沙岩构成的崖壁 空气通过唯一的缺口向峡谷内流动 而峡谷内呈现上小下大葫芦形的构造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枪 每当有巨大的气流从山谷缺口穿过的时候 这个气流就会在峡谷内碰撞回旋 并与崖壁摩擦形成回声 每当雨季神唐湾里的瀑布流量增大 飞铺在峡谷内形成巨大的回声 于是站在神唐湾谷顶的人们 就会听到那令人震颤的声响了 专家说像神唐湾这种声鼓齐声的现象 需要具备多个条件才能够形成 它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 看来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不仅为张家界锻造了奇特的观赏景观 同时还创造出了神奇的音响空间 大自然有着奇妙的声音系统 除了我们耳术能详的风声雨声 鸟叫重鸣 花开夜落 还有一些声音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世界上有很多的沙丘沙滩 都能发出五花八门的声音 科学家称之为鸣沙现象 鸣沙的成音至今仍然是个谜 有人曾经联想到风和回声 但是最近法国科学家提出 这可能是沙丘侧面崩塌 导致的沙力共振现象 是崩塌时沙层运动 所产生的声波蔓延的结果 当然 这也只是各种推测当中的一种 除了鸣沙现象 有关声音的未解之谜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和大自然的其他系统一样 等待着科学家们去一一的探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